蘭格爾教授想知道,如果他能把頭腦放回20年, 身體會發生什麼變化? 蘭格爾教授進行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實驗。 在一個匹茲堡的老修道院裡 蘭格爾教授和學生,精心搭建了一個時空膠囊, 這個地方被佈置成,與20年前一模一樣 他們邀請了16位老人, 年齡都在七八十歲,8人一組, 讓他們在這裡生活一個星期 這一個星期裡,這些老人, 都沉浸在1959年的環境裡 他們聽上世紀50年代的音樂, 看50年代的電影和情景喜劇 讀50年代的報紙和雜誌, 討論卡斯特羅在古巴的軍事行動, 美國第一次發射人造衛星 他們都被要求,更加積極地生活, 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 沒有人幫他們穿衣服,或者輔助走路 唯一的區別是,實驗組的言行舉止, 必須遵循現在時 他們必須努力讓自己,生活在1959年, 而控制組用的是 過去時用懷舊的方式, 談論和回憶,1959年發生的事情 結果發現,實驗組, 也就是那些活在20年前的老人們進步驚人 他們手腳更加敏捷,智力側眼中得分更高 有幾個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欖球, 局外人看他們實驗前後的照片 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實驗證明了,老人們在心理上, 相信自己年輕的20歲, 於是身體便做出相應的配合 人老了,記憶一定會衰退嗎? 腦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 一半以上的老年人, 其大腦活躍程度, 與20多歲的年輕人並沒有區別 那麼,到底是什麼, 抑制了他們真實的潛能? 蘭格爾教授分析, 這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 崇拜青春而勇氣老年的社會 年輕的時候,我們想當然地以為, 自己永遠不會老 與此同時,我們固執而輕率地認定, 衰老和能力減弱,有助必然地聯繫 某天早上,我們醒來,驚恐地發現, 自己已步入老年,這種思維定勢, 往往極具殺傷力 當我們發現,自己記性越來越差時, 最現成的解釋,似乎就是我們老了 事實上,很多心理實驗都證實, 一個人衰老的速度, 與環境暗示很有關係 與一個比自己年輕的人結婚, 往往長瘦, 相反,與一個比自己年老的人結婚, 往往短瘦 社會經常規定了,什麼樣的年齡, 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 否則就是未老不休 因此,一個經常穿制服的人, 往往不容易先老, 因為制服沒有老少之分,沒有年齡暗示 在20多年前的一個 養老院的實驗中, 他發現, 當一個老年人對自己的生活 有更多的控制權時, 比如他能決定在哪裡招待客人, 玩什麼娛樂節目,自己照顧房間裡的職務 他會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顧的老人 更加快樂,更愛社交, 記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蘭格爾教授說,衰老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 老年人的虛弱、無助、多病 常常是一種邪的性無助, 而不是必然的生理過程 有人問蘭格爾教授 是否想讓自己回到30年前? 蘭格爾教授做了以下的回答, 如果你是一個 懂得專注力的人,年齡從來不是問題 無論你20歲、30歲、或者60歲, 你都是在體驗當下 你在自己的時間裡,加入生命的體驗。 這是一種生活的藝術 祝願,天下所有年脈的人, 都能忘掉真實年齡,啟動專注力, 開心活在當下,永遠健康、快樂、長壽 也請別忘了分享出去並按一個讚哦!